趙紮蘭、二樓、淑儀經常會出來發言 我覺得這個是你之前 他還沒上任之前 你都要講這個 預期了 我預期四就已經出事了 兩個月就出事了 是啊 你說 那時候他還沒上任之前 都要講了 他可能被李家超難堪 就是很難做 其實現在都有很多事情他在講 例如他早前自受澎湊的採訪事 政府正在考慮刺銷大陸在香港買佬的雙重燃花稅 然後連股市都要波動天 陳先生說 是啊 一日之內又跌一百七十幾點 報升回一百五十點 差三百二十點 接著當大家知道 聽到政府會澄清 接著就馬上跌下來 當日很多人坐艇 我希望那些人不要受到損失 沒有太多錢 如果我會這麼想 沒有練到自己無端端中招 其實之後他又說是新聞黨的建議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新聞黨的建議 你為什麼會說是政府考慮呢? 這個我自己覺得這個路差太大了 還有這個不是說得笑的 如果你是新聞黨的建議 你不可以說是政府考慮這樣做的嘛 之後他又說了 他自己可能不會問他是沒有退休的 他說美國也有參議員抬了下去投票 會做到過世了 意思是說他會做過世 做到多久還多久呢? 然後他又說了香港的政府規劃 為什麼是規劃處的事呢? 政府的未來的發展 他又希望匯豐銀行的總局 像是香港的 然後佩洛西就美國的國會議長 佩洛西訪問台灣 他又說了北京的反制裁 其實沒有涉及到建制的 香港就沒有迫要禁止台灣的復品進入香港的 這個整件事可以這麼說的 我看二樓淑儀我跟大家的看法很不同 我不是特別歧視他 不是的 我只是我自己留意到 觀察到二樓淑儀是什麼人 我才說他是什麼人 二樓淑儀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他是林鄭沃的翻版 是正確的翻版 是同樣的殖民地培養出來 非常高傲 覺得自己傲視同群 覺得自己是學立雞群的一個 覺得自己很厲害的一個官員 問題就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根本不是厲害 他根本也不是很熟悉 他說的話其實是錯漏百出的 他說大陸沒有制裁台灣 這個錯到離譜 大陸在山果上面 甚至乎台灣有些機構 大陸有些機構 跟民進黨一些黨團 所組織的一些NGO有關聯 或者有捐錢 大陸都要制裁他們 難道那些機構香港繼續做生意? 沒可能的是不是? 人家給別人點了名字 二樓淑儀究竟是否真的有看完新聞 是知道了究竟社會發生了什麼情況 究竟是不是真的知道的呢? 如果他說國內在一個對台灣的鬥爭裏面 是沒有經濟成份的 是完全錯的 而跟著呢 他再imply一個Terms 就是說 他再跟著就是 他將它演繹成 香港不需要對台灣 是有經濟上的一個行動 是錯離譜的 大陸點了公司名字 那些公司名字被點名之後 說明不准跟他做生意的 難道香港有些公司 已經給國內北京點名字 香港繼續跟他做生意嗎? 香港或者香港政府 如果跟他做生意要繼續做嗎? 沒可能的事 這個很簡單 李家超作為特首 他召了一些主要的官員 是很形式化的 我也覺得多了一些 拍了影片 抹頭抄筆記 是說一定要配合的 你作為這個行政會召集人 為什麽你會自己說一些 跟李家超不同意念的東西出來的 你不是一個 二樓淑儀是一個很錯的概念的 行政會召集人是Kermina 不是Kermina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群政會議 他是悲觀守Kermina 他是應該跟悲觀守議員之間 做溝通協調的一個中間人 沒有特別權力的 沒有權力的 佩洛西那個speaker的角色 就真的是speaker 那就是議長 是什麽呢 他是代表的議會 是向外公佈 向外解釋 向外演說的 是speaker的 就是說 葉劉淑儀的角色Kermina 和佩洛西的speaker 根本不同 葉劉淑儀經常以為自己 經常再一而三 一而再再而三這樣宣傳呢 就說自己如果做好行廟角色呢 是需要不斷向同行講解呢 他完全好像連自己的角色都不知道 第二呢就是行政會議的Kermina 或者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是沒有實權的 他只是協助李家超去做一個行政決定 李家超不是一定要聽他們的意見 行政會議並不是大家想像呢 是由官首和非官首議員舉手投票 小數和多數不是這樣的 是沒有投票的過程 行政會議是當李家超會跟官員 向行政會議的非官首成員講解 他們將會有一個這樣的政策方向 和政策取態 跟著有些什麼數據 有些什麼的法例 有些什麼的政策支持 有些什麼的研究報告支持 跟著告訴行政會議 行政會議就就著自己的議員 對自己的範疇 對自己的認識 去給一些意見給政府 譬如應不應該走 是不是應該這樣 是不是未調 是不是現在走 是不是將來走才好一點 那麼這個意見是沒有投票的 是沒有的 是純粹給完意見之後 李家超是自己決定 採不採納他們的意見 他可以完全不採納的 他只要在紀錄上寫不採納原因就行了 那就是說行政會議的成員 是沒有決策 也沒有權力的 他純粹是諮詢機構 好像一個角色 就是李家超或者李家超的政府 一個行政決定的智囊 智囊就不是決定過程的智囊 在決定有了初稿之後 他再給一個智囊的形式 他再看一看整個初稿 在現在推出的時候有沒有問題 那就是說二樓淑然滿身 他拿了行政會議的趙澤人的身份 他完全把他的身份吊亂了 完全把他的思覺失調了 是把他的身份看成副特首 或者甚至李家超左右手這樣 那這個是完全錯的 甚至他有一些傳聞就說 李家超將會派他出去做國際解說 就是唱好香港 我不知道李家超是不是想收他的聲音 如果我是李家超 我覺得這招高的 那你明知道 其實我當時 李柳淑儀現在選了 我已經說了 李柳淑儀現在問什麼問題呢 李柳淑儀是很典型的 是腦袋不夠咀塊的 即是說他想的東西 是不夠那一筆咀塊的 他的咀就立刻講腦袋的東西 是可以這樣說的 正常來說就是 那些人經過大腦思考過 才說出來的 說一句之後你要想一下 第二句怎麼搏 怎麼沒有的 他不是的 他沒有這個思維的 他不爆就爆出來的了 那就是 問題就是爆出來的 可能他本身想定了 想定了稿 想定稿的人 他後面那幫人又不聰明 跟著他自己爆出來的時候 又爆了他自己一些 自己瘀傷的地方 譬如他跟彭博說 是說DSD的double stamp duty DSD的 應該是說DSD 根本已經沒有了DSD的稅的了 是DSD的buyer的 stamp duty 雖然都是雙重的 但是根本的名字都不同了 那就是說 在彭博訪問之前 新聞訪跟他做一些資料搜集的人 的水平都很低 就是說導致李柳淑儀寄稿的時候 都完全記錯了 那剛才也是 他說大陸對台灣沒有經濟成份的 制裁或者的行動 又是不對的 那這個就是說 他不看過新聞一件事了 那就是他身後那幫智囊 都原來完全是沒有看新聞的 完全亂讓他知道了 又或者就是二樓淑儀呢 我說的特質是一定出事的 只是出幾大事而已 那這次出什麼事呢 就是我之前說什麼呢 你記得說過了 一選他之後呢 他明顯地 就是我看人就 我不是厲害了 但是我想看二樓淑儀很簡單 大家都看得到 他是典型一個說話比腦袋的人 那他不是沒有腦 他這個腦不是很用的 他什麼都說出來先的 然後呢就有一個凌駕性 有些權威性 他說完之後他不收回 死都不認錯 這次彭柳淑儀明明說錯話的了 然後他又說 將來新人黨在司令報告建議 這個解釋肉酸到不得來 都不知道誰想的 那就是說呢 無論時間上 無論他當時說的英文的內容 完全都不是這麼說的 那好了 接著回頭了 他最後去到昨天 還說彭博錯 他說不是他錯 是彭博的title錯 就是彭博的heading錯 然後你知道彭博什麼地方 什麼機構 我不是說彭博大 彭博擺明明 就是葉劉淑儀 當時請的一個國際PR 而去配套回來的一個 幫香港政府做宣傳的一個平台 擺明是這樣的 你接著就是將這個平台踩腳下去 明明他在幫你香港政府 去做一個國際的一個宣傳 國際的一個大文宣 彭博已經不止一次訪問香港高官 去幫他 給那些高官是完全唱好香港官事 是任他寫 跟彭博本來寫的文章完全不同 就是這樣也看不到 就是沒理由看不到 你看看葉劉淑儀想去BBC 想去德國之星的時候 啞了槓 跟別人吵架 搶了麥克風 你看彭博的時候 人家多疼他 他又多麼寬容 完全不覺得 不怕彭博會動他 這是很明顯的 就是根本彭博 就是香港政府當時請過一個 世界級的一個PR公司 其中一個配套回來幫香港宣傳的平台 現在梁淑儀想要罵這個平台 如果彭博就不用 就是一個喉舌人 是不是 香港政府的喉舌 就是局部喉舌 搞不搞放一些文章 你看到的 你看彭博的網站就知道了 平時彭博的網站有批判性的 雖然他會先說事實 跟著批判 但是到訪問香港政府官員 訪問陳智思的時候 全部將他們說的好東西 一五一十都寫出來 平時不會的 沒有可能有些文章出現的 你擺明是賣廣告 是一個喉舌平台來的 但是從來這樣罵完之後 可能彭博以後就不知道 那些命令了 以後你去另一個了 那你還找到誰呢 沒有的了 你可能找俄通寫 塔斯寫的那些說 嗯 那熱魯 像是潘桑說的 他有越權 又過了界 那有沒有看到李家超出來 要回應一下 要破一下火呢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如果我是李家超 如果 我說是如故 我就一定兜音讀的 他又不是我選出來的 他擺明不是我選出來的 如果是這樣最好 放它出來 讓它快快快快爆個大雷 就是爆個大的核彈 接著他就閉嘴了 這次爆了DST他都不閉嘴 他仍然覺得自己沒錯 搞到股市是有三百多點的波幅 搞到香港人有損失 他都不認嫌犯 不認覺得自己有錯 他如果嚴格來說可以說做事的時候 你新民黨那些人可能當時是買了放了 很難很難說的 如果我是李家超 我反而推你出去訪問 快快出去出去亂說話 等你國際出醜回來 看看你還收不收聲 你知道了 你收不到聲的 你沒有人收到他的聲的 要他收聲 最好他拿個大鑊回來 他就會收聲了 如果我是李家超 快快去推他去訪問 推他代表香港出去訪問 甚至乎接下來的亞太經合會議 李家超不出席 我讓葉劉淑儀出席 等葉劉淑儀去說 包出醜 過往的行為的召詐人 還沒看到又怎樣出來 接受媒體的訪問 還有在政府的政策上 都有 少一些 少一些的 好像陳智思都少一些的 以前一直都少 第二 陳智思都很保護自己 少少保護自己 但是其實林靜財 林靜會其中一個醫生的委員 那個議員 他就著抗疫政策 他很多時候出來說話 說得挺好的 即是說他不是不讓他說話 但問題是你先說一些 第一個你先限制自己的範圍 第二個你純粹為政策解說 去補教護航OK的 但葉劉淑儀那些不是 他就亂說的 他就是天馬行空 答的問題就答得不好 我不知為甚麼 他答完之後其實答得很低班 如果評分分數很低 他是以為自己很高班 拉凍拉西扯 就找一個問題出來說 就以為自己很聰明 覺得自己拋書包 但其實如果懂事的人聽下去 他說的話 在穿鑿互惠 完全牛頭不搭馬嘴 邏輯性沒有 或者他甚至乎不熟書 說錯話 這些全部都是他的特質 但不管怎樣 但這個論壹上我覺得 行政會不會經常出來說話 但現在既然林志偉 既然好像林志偉的二樓順宜 都要威風 那給他威風 如果我是李家超 快點推他 最好了 接下來的經合會議 亞特經合會議 李家超如果出席的話 都會很辛苦的 因為李家超背景的台詞 還要有關經濟 有關發展的 李家超會很辛苦的 但是發展呢 也是習近平四個希望的其中一個 就是說香港要找多些發展機遇 要推動一些發展的 那最好就找二樓順宜出去說 這麼厲害 我想問他們 二樓和李家超 都是被制裁的官員 其實他們可不可以順利出道檢 還有如果真的出去參加會議 會不會令到對方主辦方都有壓力呢? 只要繼續 去到這樣的層次 就不應該有壓力的 甚至乎你看美方官員 都應該輕微淡捨而已 制裁本身就是不可以用美元的 因為不可以用美元 而出來衍生一些 而衍生出來的一些 就是譬如銀行戶口不能用 投資戶口不能用 美元不能用 但是不代表你不能用 不代表政府主辦機構不可以接受 政府幫你付錢 或者酒店或機票不可以由政府幫你付錢 不是不需要 完全沒有出入境的限制 我相信沒有影響